黑色轿车整辆歪斜跌进洞里 车轮翘起来 车门变形 车头严重刮伤 出事的地点是自家的机械停车场 他没有注意后面有人 所以他就按下去了 听到我的那个门已经开始 咔咔咔的声音了 台南这位女车主回到家 停好车开门 但还没下车 机械车格竟然被启动 连人带车往下降 女车主吓到大叫狂按喇叭 被降到最底层自行逃命 过程中跌倒摔地 双膝都瘀青 意外发生在24号早上 女车主回想起来 还是很可怕 我当下有狂按喇叭 对 对方就是也没有回应 然后我还大叫 然后他也没有人理我 降到底了之后 那个人从里面爬出来 这辆轿车几乎全毁 躺在保养场 肇事的住户被抱怨 事后没有一句道歉 只说交给保险处理 没有注意到 相关联动的停车格位上 仍有车辆尚未停妥 在自家大楼停车场 发生轿车坠动的停车惊魂 女车主和床获的住户 赔偿问题 还要进一步协调 绝赖冠张 台南报道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中文字幕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